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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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荧幕前的您 有沒有想過 一個設計它 可能會是怎麼開始的呢 對我而言 屋主其實是一個空間的靈魂 我們會去想像的是 屋主在這個空間裡面的生活劇本 進到了廚房 他會有什麼樣的使用習慣 睡覺前會做的事情是什麼 那希望是去順應這個屋主的生活習慣 讓屋主感受到很流動很自在的 我們可能往往想像退休是一種 只是從職場上的辛勞 然後休息 可是我覺得可能不必然耶 可能它是一種屬於 另一個階段 充滿著 另一種人生的高峰與刺激 我覺得它是第二個開始 這個案子它其實是兩戶打通 加起來坪數大約50坪左右 是一個毛培屋 在這次的設計上 因為屋主希望整個空間強調是 他退休後的輕鬆自在 所以我們不管在動線上 還有材質的運用上 都是以這個為主軸 並且又加上了無障礙的空間設計 也考量到未來的使用機能 玄關規劃其實我們很大膽地 創造了一個很深邃的長廊 這個長廊它其實兼具了收納的機能 女主人擁有插花的興趣 所以希望一進門的地方 讓她可以擺放她喜歡的花藝作品 讓每一個空間都有一個短暫的停留 進去之後整個空間會一分為二 一是通往主臥房的休憩空間 男主人一進門之後 她可以往主臥房進行休憩或是喚醒的動作 二是往公領域的空間 也就是客廳 餐廳或是廚房 女主人進來就可以往廚房的空間 進行晚餐的各項準備 然後期待一家人用餐的時光 設計上我們遇到一個困難 就是有一個大樑是整個貫穿我們的公領域 所以在電視櫃的設計上 做了一個書櫃的設計 去延伸大樑壓迫的感受 讓它成為一個特殊的造型 那當然一家人會很喜歡在客廳享受 一起看電視的時光 同時可能也會有需要大量閱讀的習慣 所以我們特別在沙發上設計了閱讀燈 讓過程中是感受到明亮放鬆的 屋主是擁有很強烈求職慾的人 他常跟我分享 閱讀是生命的靈魂跟養分 所以我們在書房的設計上 其實也特別的重視 那比較特別的是 不管在入門的長紅玻璃 或者書櫃的門片 我們都採用兩公分的保鐵設計 讓整個櫃子的門片門框 看起來是非常的輕巧 然後讓整個空間感受到的是舒服自在 這一次的設計 廚房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一個部分 廚房是你主人這一輩子最重要的夢想 那它更是凝聚一家人的核心基地 我們設計了吧檯區跟熱食區 桌板我們選用的是陶板桌 它非常的耐熱而且耐水 所以使用年限會非常的長 那延伸過去的是中島的設計 水槽也是否簡單的洗滴 或者是切水果的時候可以使用 吧檯區的規劃上也有專屬的冰箱 那我們可以存放的是飲品或是水果 熱食區的規劃選用Z字型加一字型的廚房設計 一字型的規劃上 因為3C產品的更新速度非常的快 那我們就設計了很多活動的電器櫃 讓屋主以後可以隨心所欲的去更換跟使用 Z字型因為它在空間的深處 所以當它在炒菜的時候 油煙也比較不容易跑到餐廚空間 讓家人在享用美食的時候 也可以感受到是很舒服的空氣品質 餐廚區的旁邊也是次握空間 一打開門就會是一個步入式的更衣空間 希望讓屋主享有明星般的感覺 然後走到房間的盡頭 會有一張標準加大的單人床 以及很舒服的閱讀空間 這是一個機能跟美感兼具的完美次握 主臥的門這次的設計是以口袋門為主 然後選用的是特殊五金 輕輕按壓它會自動回歸 所以在使用的機能上是非常非常的便宜 屋主真的是很喜歡很喜歡閱讀的人 所以無論是在床頭 我們設計了床頭的閱讀燈 我們更在窗戶的前側 規劃成第二個閱讀空間 可以讓夫妻兩個人分開 在喜歡的時間裡面去做閱讀 為了要提高睡眠品質 所以我們有兩個很用心的設計 第一個是讓閱讀之後 可以很輕鬆一鍵開關的燈 第二個就是可以完全遮光的窗簾設計 兩側設計了導溝 可以讓光線不直接照入 達到輕鬆入睡 在設計窗簾盒的同時 犧牲掉了一些厚度 但我們把這個厚度拿來釋放給女主人 打開之後可以放保養品 完全的強化了這個空間的使用機能 浴室的設計上 我們採用的是無障礙設計 所以它的地面全部都是平的 那波紋磚其實在使用上 是非常的好清潔 並且有止滑的效果 門框我們選用的補鏽鋼 也是考量它有耐水性 所以在長久可能十幾二十年的養護上 是非常持久耐用 差吉這兩個字在日文叫 那也有形容說是一種 時間的自然存在 從它開始開花 開始凋零 其實它都有每一種美 當你的人生啊 達到一種高峰的境界的時候 你轉化而成的是一種 慢 從容 還有一種很大的包容感 其實要到達這種頂峰的過程 我相信它其實會經歷過非常多的困難 可能是跌倒 失敗 然後重置 到最後的淬煉 得到的是一種寧靜跟慢與包容 所以這個案子它其實充滿了強烈的 從容與自在的靈魂 我相信屋主在生活上 可以感受到第二個階段的人生高峰 欣賞另一種屬於生活的自然風景 在這裏面上 是一種寧靜的 在這裏面上 有一個人的靈魂 在這裏面上